在台湾竟然也有穆乃伊成神的故事 您相信吗 在云林大皮乡的北极殿 这里有一尊肉体地爷公 科相的穆乃伊 当地的村民都认为 他是玄天上帝的化身 因为在光绪年间 他曾经冲入火场 救了一尊玄天上帝的神像 据说他成了玄天上帝的信徒 然而年纪轻轻 才34岁的他 自觉时日无多 于是要人把他放在土醋里面 用火烟熏百日 但是谁知道 才第99天就被人给打开了 从此之后有个说法 科相就是插了这一天的修炼 才会让肉身的科相木乃伊 流浪了百年之久 因此它不仅成为日治时代 土护抗日的事件 法庭上面的政务 光复之后 还变成了警察专科学校 跟博物馆的收藏品 一起来揭开台湾木乃伊的秘密 这一天的灰山 就跟博物馆说 因为富贵 他看不知咱来 他要冲水博物馆 博物馆的万年游泳 天后 有没有盘子 我这一天不完全不完全 你没看到他七八月的火星 他还会有黄色 现在还要吃骨头 会去香港 传说光绪四年 西元1878年 云林大皮乡的玄天上帝基童 科相交代信仲 将其身体置于土措内 并以束才禁勋百日 便能成佛 结果在第九十九天 被人闯入 就差这么一天 从此科相 第二公颠沛流离了百年之久 九十九天就乌头到达 就是在达到十分一百天 判断一百天 这真的非常好事 來到云林大皮乡的北极殿 庙旁设置了一间科相 肉体军生博物馆 里头的肉身帝阿公科相 可是村民的精神寄托 不过早年有些阿桑 对肉身帝阿公本座 本尊还是不大感情境 看着電池揣動作不敢看 我不敢看 然而直到有次去禁箱 晚上三人同住一間房 見證了帝阿公科相的神迹之後 這些阿桑就深深覺得 其實科相本尊 是相當慈眉善目的 我望就是帝阿公要看牌 我說阿田你怎麼叫人生 在我家要看牌 我向前往前前走 阿田你不是說 新生要給牌看牌看好就要給牌看 新生要給牌子 他們三個都跟我命 不是說我不睡在亂 跟人家合眠 我是真的有看到 不然你明天在天空你的牌 如果好去 就比較像他家庭說來看牌 其實天空會好嗎 我們來拜啦 師傅說 帶他去看 不要去看 我說不 不然我來求去看 他買的都不怕 為了解開台灣木乃伊科相 為何北極玄天上帝 會助他成為肉身帝阿公 就得從科相說起 他出生約在西元一把四五年 住在台南白河 過程從北台之後 他就是從前召 有頭很有研究 在那裡做工程 拆前召的時候 看到前一家一家超出大會 超出大會外面都沒有人 他說萬一有人在裡面 沒有出門 他說第一時間 他說救人在衝進去超出大會 我們一時不要管我 救火… 趕快救火… 救人 救了一陣帝阿公 就是我們留那陣帝阿公 帝阿公救出來 那陣帝阿公就討論 說我像你救我一時 我讀你一時 我給你們的心願 這個就是映華富貴 這個就是萬世香煙 那麼他就是選到萬世香煙 選到萬世香煙之後又說 你如果選到萬世香煙 你像我今春牙的最煩惠 在東京的平和地 走到我們改立村 天才北極天 他來的時候二十六歲 在這裡做帝阿公 做帝阿公 做帝阿公 到了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年 年僅三十四歲的客廠 自覺時日無多 在大皮箱內搭建了一間土措 將自己封鎖於內 當時清朝官員認為這科項百日成佛是邀言厚重 要派遣相擁 要派遣相擁茶操 村民無奈只好在第九十九天過門而入 此時科項早已經作畫 我母親都發出 那時候完整的頭人做到 竹子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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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煙燻成神的木乃伊科項 根據1952年出版的雲林文獻 卻說他並非柯項本人 在文獻記載裡面 關於這尊木乃伊的本尊有兩個說法 一個說是柯項 是他弟弟把柯項死後 把他柯項的屍體做成木乃伊 那另外一個說法則反過來 說這個木乃伊的本尊是他的弟弟柯麒麟 柯麒麟死以後 柯項把柯麒麟做成木乃伊 在文獻上面就有這兩個不同的說法 多年奶伊是很沒有辦法解決 而要如何證明木乃伊的身分 台博館的研究人員透過X光揭開了身分之謎 2011年左右去做X光的時候 那尊木乃伊根據他的骨骼 骨骼的這個狀況 可以判斷出他的年紀大概是並不太大 大概三十幾歲 因此在比對文獻中的記載說 柯項死的時候 他文獻裡面記載大概是 也是他三十幾歲 柯麒麟的記載則是五十幾歲 根據這樣子的資料 我們覺得這個木乃伊的本尊 是柯項的這個可能性比較大 另外日本文獻 東光源歷史寫真會 也記載當時柯項死後 是由他的弟弟柯麒麟 按照柯項的一言 在自家掘土措 不知為何柯麒麟卻突然提前打開 後來村民就把柯項當成是肉身菩薩 放在北極殿鳳寺 大家都認為柯項就是柯項的分身 加上常常顯神跡 各地前來參拜的信眾非常多 從事我們轉生的 可以說大家都知道 來關政的都叫做柯項 可以說優求別人 然而柯項在神桌上 享受人間煙火三十四年之後 西元一九一二年 他卻被捲入抗日事件當中 那麼透過市場發生我們大畢鄉 有一個叫做柯項的人 柯項利用忠告的精神 效果過創的神威 一百年來做台灣國的國王 從日本人選擇 那麼在選擇的時候 到九二年年月二十六億 從日本人日本 這柯項風來看守所 到南月三十四年就想下去 但萬萬想不到 黃朝起義失敗之後 日方即以犯罪證據的名義 扣押柯項肉身 被視為政務移送法庭 當時的文獻稱為 莫乃伊受審 這個手 這就是日本部話 說我們台灣人去跟他們拐 就是迷信就對了 他說要打 打一個回去 他怕到 結果那個發燒 過了那些都意不好了 不然有人把它加 說要回去給他 回去給他給他 回去給他給他 他給他給他 那個基本部話給他給他 好起來 他是一個被極速脫水的一個乾絲 所以擔心的是說他的關節的 關節那些軟組織應該都已經乾掉了 因此兩個骨頭之間的連接 其實是靠著那個很薄的一個皮膚在連 為了避免他全身骨頭就這樣脫落 所以應該是有後人 把他的全身的各處關節 不只是手肘的關節 這個腿的關節 甚至那個大腿的膝蓋 都全部用石膏把它加固起來 免得他因脫落 但是這個後人到底是誰 有不同的講法 那麼有些人認為是 當時成為莫乃伊以後 在廟裡有人幫他加固的 那也有一個說法 他其實後來民國初期 他到警察學校以後 都是放在這個法醫實驗室裡面 都被當時的法醫來管的 有一個說法就是當時的法醫 再把它加固 後來柯項被日方放在 台北警察司獄官訓練所 當作犯罪證物 從那時照片可以看到 柯項身上的服裝相當精美 應該是土褲事件前 黃巢等人為柯項所裝飾 被存放在庫房的柯項 就這樣與世隔絕 直到1945年日本戰後投降 交給台灣省警察學校保管 將近有半個世紀時間 柯項成為了景專學生 科學教育的教具 直到1993年 才轉給台灣博物館收藏 當時在警察單位 警察學校裡面一直傳聞說 晚上那個看到那個柯項 他的這個 他的手指甲會變長 會長長 頭髮會增加 骨子也會增加 據說半夜的時候 會看到那個柯項那個頭會轉過去 一開始他沒有上妻的時候 那個臉真的就像僵屍一樣 整個好像有點那個 看起來有點猙獰或邪惡 而且沒有眼睛 整個凹進去 晚上看的時候 是非常害怕 所以後來特地 特地幫他畫眼睛 眼珠子眼 然後再把這個眼球給裝上去 由於柯項是重要的 台灣抗日珍貴實料 早年台博館舉辦台灣文化特展 就把柯項木乃伊請出 當時的媒體報導 以日據時代木乃伊 讓你暫時停止呼吸一詞 讓多數人對柯項感到好奇 而這冥冥之中 傳出柯項急遇想要找到回家的路 因為當時雲林大批鄉的人 都以為柯項被日本人 帶回去了 後來一直 碰到我當時 有一個叫做中路的年輕人 在旁邊塞在那裡 塞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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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塞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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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會跟他說 年輕人我做褲褲 我做褲褲 我剛才在那裡 你帶我回去 那年輕人說 我又沒力 你跟自己說 你沒力氣 他說你沒力氣 你沒力氣 你回門 你上一輩的人 他就沒力氣 他回了問我們的主委 我們的主委說 當時就派人找到日本 找不到 才有可能去台灣 就是 確實 日本人回的母親 就是放在台灣 這個算數就這樣 還回去找不到 所以我們高雄庭公的故事 後來義工一康年 這就贏了18年 這個環教室 叫做環研修 派的學生 叫做檢科層 來調查我們土科屬店 調查到廟來 看到廟那裡的廟屋所寫 就是我們高雄庭公的故事 那時候我們接觸到 我們在找到 後來我們透過 我們地方的孕書來透過 在義工一一年九月二十一 就是我們八月二十三年 就是我們高雄庭公的生日 中月我們高雄的第二春 三萬人參拜 那時候找到義工 我們一個遊覽車去新店的文物收藏館 去拜拜 但是對我們義務的記者 二、三十年了 對有尊重的記者 打起來都很漂亮 如果沒有尊重的拍子 黑白見面 對 連那個記者都說太有可能 我打起來才這樣 就是你對他沒有尊重 打起來都黑白 但你可能很難相信 去年柯像托夢說要造精神 並且很特別提出項要求 就是要用壽金來製作 面對這樣高難度挑戰 廟方最後在鹿港找到了師傅 請他想辦法做 它粗粗的就是用頂的布在弄 關頭刺起來洗這個用什麼 之後用我們的手金 下去打算 打算加成這樣 然後用鞋子刀 鞋子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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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用我們的鞋子 三行下去繞 繞繞的 它開始下去做 如果說交代說 現在要做這份內心 肉身有內心 叫我找這個鞋子出來 叫這個下去 讓它做就對了 我有請教這個老闆 這個師傅 說你刀我們這時候 抹黑鞋子說的鞋子 你抹黑鞋子就說 他來幫你討厭 或是來法徑給你看 他去做的中間 他就感覺說 下半後 鐵門關起來開始做 不是10點開始做 他感覺說手段很好 精神很好 他就開始做 做的中間 到半面了 1 2點 他裡面 也沒點香 也沒點空 一瓶一瓶 那個鞋子 香蝦園 一瓶一瓶 不夠鞋子 一直灌下去 他做到精神 更做事 而現在柯鄉鐵仔公 雖然有了精神 不過他的肉身 還是一年當中有四個月 必須回到台灣博物館 做檢查或是修復 因為柯鄉木乃伊 是台灣一尊具有文化 及宗教價值的 無價之寶 在泰國有一間廟很特別 裡面拜的是賭神 二哥峰 而這個二哥峰 是何許人呢 關於他有著 各式各樣的傳說 還有猜想 在歷史上面 還真有這麼一個人 他的一生 都充滿著傳奇的色彩 在還活著的時候 無論是多囂張的 黑道大佬 在二哥峰的面前 都得要畢恭畢敬 在他過世之後 更是被傳 變成了神明 受人膜拜 據說遇上各種難題 只要虔誠地去求 豪氣的二哥峰 他都會出手來相助 舊人在夢見二哥峰之後 去買彩券 竟然中了大獎 一夜致富 這是真的嗎 來一盔賭神二哥峰的傳奇故事 不好意思 剛才力量大了點 這五十萬美金 是我輸給高先生的 賭神這兩個字 世界文明 港星周润發在電影裡頭 賭計高超人稱賭神 然而在世界上 真的有賭神嗎 他叫鄭志勇別號二哥峰 也就是泰國人口中的賭神 二哥峰他其實是在這個 一百多年前 是住在這裡的華人 他那時候在這裡 經商還有開設賭場 他賺了很多錢 但是他也不忘去做一些 善事異局 能夠幫助一些窮苦人家 所以後來的人 都對他非常的景仰 鄭志勇家境親苦 但他為人正直又重情義 每當遇到欺凌弱小事件 都會挺身而出 十四歲的時候 他從故鄉來到泰國謀生 當挑夫做小生意 十六歲加入鴻門天地會 兄弟稱他峰哥 三十五歲那一年 鄭志勇坐上龍頭老大寶座 但他不希望弟兄稱他為大哥峰 所以大家繼續叫他二哥峰 會成為這個鴻門的幫助 是因為那個時候有個大哥忙 那個時候大哥忙 因為過世之後 二哥峰就繼位上來 所以他就成為鴻門天地會的幫助 雖然當上總舵主 他要求弟兄不可以用武力解決問題 並把天地鴻門會 改成有利民眾的正當組織 在他努力打拚之下 生意越做越大 不但成為南洋的首富 也是泰國華僑社會 最有權威的首腦 現在我們在這個地方 是以前二哥峰的舊家 當時他把它捐出來 給泰國政府 後來政府就把它做成警察局 所以一直沿用到現在 就蓋了大樓 然後蓋成警察局這麼大 在警察局的樓上 他就把它弄了一個二哥峰的廟 就變成說警察民眾 天天都會來拜他 西元1878年 泰國經濟一片蕭條 國庫陷入水深火熱 當時武士王派大使去找二哥峰 希望他救救國家財政問題 二哥峰當時提出開賭徵稅 政府點頭 但前提是必須用私邦組織出面 就這樣二哥峰在各地設立花卉廠 形成一個龐大開賭徵稅物網路 後來不但成功幫政府解決財政問題 他也因賭成了巨富 賭王賭神的封號就此傳開 因為他開設賭場的關係 又加上說他是有留一些自花會 賣彩票 最後來的人會覺得說 拜他是能夠求經商 能夠讓生意變好 還有人也會因此來拜他求賭博 能夠讓賭命增強 因為他開賭場了 二哥峰是天地會熟鬧 也是巨富商人 不過他樂善好施 清朝來年孫中山常到南洋鼓動革命 有一次逃到仙羅避難 危機中得到二哥峰救援資助 孫中山感激再興 並與二哥峰結役 孫中山見他有志有勇 送他志勇的名字 本名鄭義峰的二哥峰之後改名為鄭志勇 二哥峰當時的地位 猶如化罪的跟當 只要他觸面沒有解決不了的事情 1937年鄭志勇在泰國過世享年87歲 因為他對國家貢獻良多受世人尊從 過世之後被當成神明來磨拜 一般我們在拜著二哥峰的時候 通常都會用一些他喜歡吃的東西 像是檳榔 香菸 還有茶 黑咖啡是他最喜歡喝的 在泰國遠景心中 二哥峰被尊奉為守護神 遠景出差辦公一定要先插箱 向二哥峰膜拜 祈求執行任務順利 也有偏門行業把他當成關公敬拜 由此可見二哥峰在人們心中 擁有相當崇高的地位 像師傅一樣一般的店家 都會在這個外面擺放 或是說供奉著二哥峰 因為他可以幫他招財